现场场面混乱 喇叭声四起 在运车车的连接车四轮朝天反复路中 车上两辆新车撞凹变形 而一旁的竹林汽车挡风玻璃跟碎裂扭曲 小婴儿受到惊吓被抱在怀中安抚 人不断嚎啕大哭 救护人员赶紧搬来长辈板 要将伤者送一治疗 好几台车车四散反复路边 到底怎么撞的 意外就发生在21号晚上8点45分左右 国道3号北上90点4公里处 竹林交流到附近 原来就让载运轿车的连接运营车 疑似于两台轿车发生擦撞在撞弹路旁护栏 运营车上的两辆进口新车 当场甩飞翻覆在国道上 25岁的赖姓驾驶就被挤压在变形的驾驶座内 经常货报到场赶紧用破坏机具将人救出 但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现场一片狼藉 高速公路上满是碎玻璃和车壳灵电碎片 争取连环状车祸 更造成国三北上琼林段一度全线封闭 车辆轨堵约两公里 阳系的车货原因和后续赔偿责任 还有待警方厘清 记者和目前彭新美新竹采访报道